风天来的时候,你知道怎么走这个桥? 因为台风的时候,那个风速会比较大 那桥摇晃会比较厉害 当然我们走过来的时候,我们都会扶着绳索,边边的绳索 当然在施测的时候,我们都有相关的安全的设备 比如说,每一个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,那个身上的扩环都会扣住安全的地方 就以维护我们施测人员的安全